這次他們三個黨團幹部 全部都是菜鳥 傅崑琦是第一次當國民黨團的幹部 他以前當的是親民黨團的幹部 他沒有當過國民黨團的幹部 而洪孟凱 林思敏都是第一次當黨團三長 所以就是一個菜鳥的黨團組合 難怪 其實我必須說 這個禮拜我相信 老柯 他們一定是笑呵呵 第一個傅崑琦的刑事作風 就是我說了算 他連委員會的分佈都是他 分好直接告訴他說 我們就是這樣幹 他沒有給立委協調的空間 比如說 國防外交委員會 扣掉政府院長是四個 加上民眾黨一個 習次都還輸給 那個 民進黨的立委 那對於 比如說像徐曉星這種戰將型的 他到國防委員他覺得他根本沒有用 他變成一個廢票 國民黨內有濃濃的這個叫做 鬥爭復困期的 一個意味 怎麼說 其實那一天他們在共識營 最近這一個禮拜以來 我們當然也都討論很多 在共識營裡面 他不是討論 禮讓一席 他是討論要不要授權黨團談合作 然後附帶的就是說 可以有一席禮讓的空間 他是一個 大包 可是呢 第一時間的新聞出來 通通都是 禮讓一席 焦點是 要在決議 禮讓一席的時候 傅崑琦就已經被逗了 這通電話最重要的意義就是 傅崑琦應該是告訴黃國昌說 不好意思喔 這次我們沒有辦法讓 其實就是 告訴你這個結局啦 因為國民黨內部炸鍋了嘛 那黃國昌也會說我們也沒有要啊 所以那我們就 就這樣合作嘛 其實我覺得今天關鍵不是在這通電話 今天關鍵是在 那個票數的分佈 什麼叫票數分佈 就是 民眾黨那8席 是都投給國民黨的人選 對 也就是說 即便沒有禮讓 但是民眾黨願意 把票投給國民黨的人選 這個對 也許你知道嗎 現在接下來是 民眾黨的支持者會炸鍋啊 我們什麼都沒拿到你幹嘛票投給人家 對啊 你投自己就好了 所以我說接下來 搞不好是民眾黨要面臨那個內部的 這個壓力 國民黨 自己 其實我必須講這整件事情就國民黨自己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你根本 我最近我都講說這個叫做政黨文化的不同 什麼叫政黨文化不同 國民黨常常跟人家談 就是要交換 所以呢 你要先準備好伴手禮 告訴人家我有什麼東西可以換 可是民眾黨 一直以來都跟人家講說 哎呀我們就沒有要跟你換 那你連 那連基本的那個 我們常講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連那個你對對方的了解都不都不夠 你把如果今天是親民黨 如果今天是什麼 小蘭 所謂的小蘭政黨 也就算了 今天民眾黨 他就不是從 國民黨跑出來的嘛 那你至少要理解一下 說 至少要先有一個 初步的溝通 說我們要怎麼禮讓 如果要禮讓 需不需要我們 提供一席的 招委的那個 你要先有這個默契 再來回到黨團 去直接得到授權 而不是 開一張空頭支票 其實當然這個過程裡面 我倒覺得 整個過程裡面 其實國民黨內有 濃濃的這個叫做 鬥爭富昆期的 一個意味 怎麼說 其實那一天 他們在共識營 最近這一個禮拜以來 我們當然也都討論很多 在共識營裡面 他不是討論 禮讓一席 他是討論要不要授權 黨團談合作 然後呢附帶的 就是說 可以有一席 禮讓的空間 他是一個 大包 可是呢 第一時間的新聞出來 通通都是 禮讓一席 焦點是 要在決議 禮讓一席的時候 傅昆期就已經被逗了 等於說 黨內有一群人 就是要說 你看 國民黨要把 要這個 各地賠款了 我們什麼都 都還沒拿到 就是要給人家 所以那個第一時間的 那個支持者 自己就炸鍋了 我必須說 現在 整個 這個會期以來 國民黨團沒有做過一件 正確的事件 真的 他們什麼都沒有做對 全部都拿石頭打擊腳 從臨時會 莫名其妙跑出一個 臨時會的烏龍 然後呢 到這個 弄了一個實安報告 讓執政黨 殺在野黨 對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所謂的 遭為禮讓的風波 國民黨沒有做對事情 那國民黨 應該說國民黨團為什麼沒有做對事情 所以這個問題是不是在 到底是不是在 總召身上 關鍵在於 第一個 傅崑奇的刑事作風 就是我說了算 他連 委員會的分佈都是他 分好直接告訴大家說 我們就是這樣幹 他沒有給 立委協調的空間 比如說 國防外交委員會 扣掉政府院長是四個 加上民眾黨一個 都還 席次都還輸給 那個 民進黨的立委 那對於比如說像許曉星這種戰將型的 他到國防委員他覺得他根本沒有用 他變成一個廢票 對 因為比如說假設 假設今天許曉星說我要去國防委員會插什麼錢見國照 拍誰 那個如果要成立 你要提案成立調閱小組 民進黨就直接封殺了 對啊 所以 所以我說 這種這種狀況 就會導致 黨內對 傅崑奇覺得 你是不是跟民進黨交換了什麼 所以 我要講的是說 當今天 我不是講說他們實質有交換什麼 而是 當黨內開始每一個都懷疑 你沒有站在 你國民黨的最大利益的時候 這時候他們黨內就會開始有各種的意見 那再加上這次稍微的這個事情 所以全部都爆炸了 那 當今天連你國民黨支持的都一天到晚在反對 反對反對的時候 你要怎麼力量下去 所以我說這個事情只是證明了 這次他們三個黨團幹部 全部都是菜鳥 傅崑奇是第一次當國民黨團的幹部 對 他以前當的是親民黨團的幹部 他沒有當過國民黨團的幹部 而 洪孟凱 林思敏都是第一次讓黨團三長 所以 就是一個菜鳥的黨團組合 難怪 其實我必須說 這個禮拜我相信 老柯 他們一定是笑呵呵 他想說 就看你們兩個這個黨團發猴氣 想說是小孩開大車是不是 就我覺得 傅崑奇如果他 把他沒有把那個花蓮王的 這個 刑事作風改掉的話 在黨團他可能會一直 面臨這種所謂的 有意無意的 內部鬥爭的 放話式的這種鬥爭 那 有很多事情就會被扭曲 他也許他的原意是好的 但是 在經過這樣的放話之後 人家就說 你幹嘛 你各地賠款 你搞什麼鬼 最後你會導致整個黨團沒有人理你 而 其實你可以看到 包括共識營 誰沒有去 誰沒有去 比如說跟他競爭總召的賴斯堡就沒有去 對啊 那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訊號 就是 國民黨團內部 這個我跟你講這個遠比 民眾黨那個什麼寶寶風波 來的嚴重 這代表國民黨內部是不團結的 可是他們在2月1號院長投票說我們是史上最團結的國民黨團 很抱歉現在是空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安琪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 小鈴鐺